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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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两个男的 救我 还有两个男的 就来快点救救我 你不会是坏人吧你 我不是坏人 我是被人贩子抓去做老婆的 然后强迫我给他伸小孩 现在刚做月子十天了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跑出来了 他们现在追到后面了 这么猖狂啊 这人贩子太可恶了 你看听声音越来越近了 那你先往这边躲 我把他们引开啊 都是你追跑 我好一点啊 追跑 哎 什么呢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 从这里接过啊 女的啊 对 你们谁啊 你管我是谁 她是我老婆 你老婆啊 对啊 那你老婆你用得着追她吗 她精神病发作了啦 都是乱跑 而且还会咬人啊我跟你说 她有暴力倾向啊 对她在哪里啊 哎呀 是不是 穿着蓝色衣服 让她抱着个小孩的 对 她不死婆娘啊 老实说我跟你说啊 她 她往那边去了 是不是 是啊她刚刚还撞了我一下呢 我还没找到算撞 不用陪我们两个啊 没有不骗你 哎呀你们再在这里磨叽啊 等一下 你们人追都追不上 她刚跑过去两分钟啊 我累的也不敢 对 如果说我们跑到前面看不到啊 等下回来啊我跟你说 抓你去 朋友啊 做夜场啊 走走走走 快快快快 走 还抓我去 我还没报警 抓你们两个呢 真的是 美女 她们跑了快点 哎呦 还好遇到你啊 她们竟然说你有精神病啊 我我不是啊 我没有精神病 那你 你现在 什么打算啊 什么打算 这里是哪里 我都不懂啊 好长年龄的 这里是广西哦 哎呦 那怎么办呢 我到广西了 我又不懂怎么回家 你们有家里人吗 我有家里人 可是我是外甥的 这样啊 是啊 我是啊 去找工作 她们说要出高薪 然后我就听了她们的 谁知道她们是人贩子啊 就硬生生的 把我抓回家 做老婆了 哎呀 你看看你 也真的是太可怜了 月子都没做完 就这样东奔西跑 还被人家追 哎 要不干脆这样吧 我家啊 离这里也不远 为了以防她们再跑回来啊 你干脆先去我家躲一躲吧 那行 还有 你不会是跟她们一伙的吧 哎呀 跟她们一伙的 我就不会把她们引往那边了 再说了 你看看你全身上下 除了这个小孩 你还有什么值得我骗的 真的是 那行啊 那谢谢你啊 赶紧走了 不然等下她们发现不对劲 又跑回来了 走走走 来来来 谢谢你啊 墨姐 你看我这个月子都在你们家住 吃也是吃你们家了 你还杀了那么多老母鸡 给我补身体 我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再住下去啊 我也不好意思了 你看我怎么留你 你都没有用 都叫你继续在这里 你看你刚出了月子 等下又出去东奔西跑 对小孩也不好啊 是不是 那 要不你干脆就在我家 再住一段时间嘛 反正我家就我 我跟我弟两个 我看算了吧 我知道你们也是好心 但是我真的是不好意思 再住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 以什么方式来回报你 那随便你了 听你了 我也不强求你了 那真的是谢谢你啊 那我送你出去吧 好 姐啊 去哪里啊 刚刚说上街啊 哎呀她说 她在我们家住了那么长时间 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 说要走呢 走啊 对啊 不是吧 要走 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就是住得好好的 你们对我太好了 我是不好意思住下去的 哎呀 干嘛呢 姐啊 你真的要 让她走啊 那人家要走 我总不能强留人家 是不是 我就说我带她去介绍 给好人家 她也不愿意 她就是要回她家 哎呀 姐啊 我也不瞒你说啊 经过那么长时间的相处啊 我是喜欢上她的 你看 老弟我 都几十多了 人一场恋爱都没谈过 现在我难道看上一个 看男的有了一种人 走了 我舍不得啊 再说啊 你把她介绍给其他人 我更加心痛啊 你还喜欢上人家了 那你怎么不跟人家说呢 我不敢说啊 你都知道 我大佬出一个 我天天都在那站岗 我都没接触女性 我都不懂怎么跟人家说 你真的是 老姐帮你说说看 哎 小林啊 哎呀 你看 我们多有缘是不是 你看我救了你 还 要你在我们家做月子 这证明啊 我们是有缘成为一家人 有缘有缘 是啊 你们一家人都对我那么好 哎呀 刚才我弟 他说啊 他在不知不觉当中 他就喜欢上你了 你现在一听说你要走 他更着急了 不是吧 他不是开玩笑了吧 我这样怎么说 也算是一个生过小孩的女人了 哎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真的不是开玩笑 我真的是喜欢上你了 你看你在家里面 我们家里面啊 你你你你都不嫌弃我们 啊 中活真活 真活你真的干啊 而且啊 你对我们也好 又又又又懂得 啊 体贴人 我我真的喜欢上你了 我真的舍不得你走 美女啊 你就别走 给一次机会给我 行吗 对啊 那你们真的不嫌弃我吗 我们怎么敢嫌弃你呢 你看我们家这个家境 再说了 我弟都已经这一把年纪了 他要是再娶不到老婆啊 估计啊 这辈子就打光棍的命了 你看现在 如果你愿意接受他 你看他老婆又有了 而且啊 直接升级当老爸了 对啊 再说了 我就是 人老了一点 过了那个大婚婚嫁的年龄 对 其实我还是地级相近的 你看 为我们村啊 做了很多年保安了 村长说 马上升我为保安队长了 都知道吧 我工资也提高了 对啊 你看 你在我们家这一个多月 你也了解我弟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 他除了家境差一点 其实他人了 是可以托付终身的 我也看出来了 其实家境差一点也无所谓 我也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 是不是所以 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 那我真的是留下来了 真的啊 哎呀 那我弟就有老婆了 我弟有病息了 我帮手啊 一起抱回 带他回娘家 告诉他们一声 哎呀 对对对 那谢谢你啊姐 哎呀 说这种话 你看我们终于成为真正的一家人了 对对对 真的是有缘 太有缘了啊 那真的是天赐良缘啊 回去老姐啊 再给你们摊子老母亲 你们啊 把身体再养好一点 再过段时间啊 再努力加加班 到时候生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小孩 这样我们家就真正的有后了 一个还不够 我也想生两个 可以 走走走 回去回去 属于马上来啊 你坐好准备啊 哎呦 救命啊 哎呀 哎呀美女 这是怎么回事啊姐姐 哎呦 翻车了压到脚了 哎呦怎么那么不小心 来来来来 起不起的老啊姐姐 哎呦我的脚 好痛啊 等一下 哎呦 这个车不要他了 哎呦 哎呦 不会 姐姐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哎呦我刀挖的做好了 你说你回到村口了 怎么回事啊 哎呦你认识他啊 这是我姐啊 怎么认识 哎呦他刚刚 塞焦了 嘿呀 什麼摔焦啊 明明是你撞的 對 你怎麼開頭啊 姐姐 你是不是撞糊塗了啊 我明明 我從上面來 我看到你 撞 塞倒了 我就吼心過來扶你一把 你怎麼 現在怎麼倒打一把呢 哎呀 你這個人怎麼一點社會責任都沒有呢 你啊 你撞了人 你不負責你就算了 你還抵耐啊你 你怎麼有這樣的人啊 你看我腳都成什麼樣子了 我站都站不起來啊 哎呦老弟啊 哎呀姐姐 你可不能做這種沒良心的事情啊 你貌貌你的良心說 是不是我扶你起來啊 你撞倒了我 那你不得把我扶起來啊 哎呀你這個人真的是 然是我扶起來啊 但是 確實不是我撞的 什麼不是我撞 不是你撞的啊 這裡就你一部車 真的是的 除了你還有誰啊 我現在真的是有理也說不清啊 什麼 真的是比到我 到我還要冤啊 哎呀 反正你冤不冤啊 你今天必須要負責 你看把我腳撞的 哎呦可能都骨折了呀 不行現在啊 嚴重誤障 你送去醫院 對 送去醫院可以 但是你要證明人不是我撞的 哎呀 這裡就你一部車 除了你撞的 難道我自己會飛出來啊 哎呀 幹嘛呢 哎呀 你來給我拼拼你呢 這個人啊 他跌倒了 我從上面開車出來 我好心扶他一把 沒想到他 倒打一把 說我是 是我撞到他的 他還要我賠錢 還要我送他去醫院 哎呀 你們兩個連姐弟幹嘛呢 又是你們啊 又想幹壞事是不是 這什麼字又是我們啊 又是嗎 你說什麼話呢 他說他煮好飯了 我急著趕回家吃飯 結果他車一撞就撞過來了 就把我賬摔倒了 你看 不玩這麼多 來送醫院 就是 我告訴你 我做人對得起天 對誰的地 也對得起我的良心 人不是我賬的 要送去醫院可以 但是我不會負責那個醫藥費 哎呀 你賬的人你不負責醫藥費啊你 哎呀 哎呀美女啊 你對得起什麼也沒用啊 如果人是你賺的 你就得負責 該給錢就給錢 該醫就給醫啊 這條腿啊 說不定都骨折了 你必須沒有五千塊錢 你不要想跑啊 你們也真的是 一進來啊 就不分情侯照白的 就冤枉啊 你讓我做了這個好人 喊他了我的心啊 知道嗎 現在這樣子的話 以後誰還敢 隨便扶人 隨便做好人啊 做人還狡白 做了人居然不敢承命 要不是你做的 現在社會上 哪有那麼多的好人啊 你們別吵了 老公 蛤 這裡不是有一個塑像頭嗎 拿出來你是村獎 一定要看一下 對對對 真的是 我都忘記了 前段時間啊 我叫二牛他們啊 在村子裡面各個角落啊 偷偷安裝他監控啦 那算了算了算了 以防那些人做壞事啊 就是啦 我們自身打給你 算什麼算 算什麼算 先別走 看看檢控就知道了 不用看了不用看了 誤會 搞錯了啊 他得對你負責啊 如果真的受傷了 我就叫他裴姐 還有送你們去醫院 你放心好了 我會秉共主持公道的 沒事的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別動 哎呦 原來是你們兩個 啊 碰瓷啊 你看 你原本就假裝在這裡 你躺在這裡了 哎 原來他就下來 原來是你們兩個 幹個壞事啊 你們 哎呀 還說人家撞到你弄了我 還誤會人家呢 那個人啊 他事宜躺在那裡 還說腳痛 痛啊 還痛不痛 還痛啊 現在痛了 搞錯了 你們怎麼那麼快啊 年紀輕輕的 專幹這種碰瓷的事情啊 真的是 哎美女 現在不是也沒碰成吧 而且我們也是 才第一次幹 就原諒我們這一次吧 什麼 什麼第一次幹啊 前幾天啊 我還聽到我們隔壁村的那個 小林她說 他們也是經過這個村 好像也是說被一男一女的 那兩個肯定就是你們 不是不是 那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啊 我們是有苦衷的 對啊 家裡面有一個80歲的老母親啊 我還有兩個 好好逮捕的小孩啊 對啊 繼續 我告訴你啊 既然 在你們村發張的這種事情 你一定要秉公處理 你一定要把他抓去派出所 別別別啊 抓去派出所 對啊 我們姐弟兩個這一輩子 就完了 必須要給一點教訓 你要不願的話 等一下你要幹這種事情 對 我們村的民生啊 都給你們敗壞了 我為什麼叫他們 偷偷安裝這個攝像頭 就是因為啊 聽別人說啊 外地人啊 外村人進我們村啊 老是還碰子啊 我看啊 就是你們搞的鬼 不是不是不是 哎呀原來你是專門是騙我們外村人 真的是你們也 心也太黑了 哎還想跑啊 哎 我告訴你啊 君子愛才取日有道 沒錢啊 你們就去好好的幹活 你們這樣啊 弄得我們村都丟臉了 是啊 你再說呢 你們這樣的話 你們對得起你們的老父親老母親嗎 你看你們的老爹媽 都九十多歲了 哎 你們是一點都不爭氣你們 所以說嘛 你就 就大家 我們知道錯了 我們以後再也不出來了 對 大字跨小小事跨了 現在就 對對 就是我們 哎 你們得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你們這樣做啊 一樣啊 天底下 以後啊 誰還敢做好事啊 不行 必須把他順利派住走 是啊 走 走 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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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靖啊 你幫他弄這個車子 好可以啊 沒力啊 幸虧你們穿 糟了攝像頭啊 要不然的話真的是 我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啊 哎呀 我跟你對 所以想對不起了 哎呀 沒事沒事 那我們也趕緊去錄個烤工吧 是啊 這是我們要附著樣 因為我們春了 老是不裝修驗了 現在啊 我們裝了 以後啊再也不會有這種事發生了 那行吧 這個先放在這裡吧 等一下我們先去錄個烤工 好 來來來來 就放這裡 不行不行啊 老公 不放 你想累死我啊 我每天提早他們的去幹活 都不夠你們吃 我們少吃一口就有他們的吃的了 你說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啊 少吃了我怎麼去幹活 再說了兩個都是賠錢貨 我們怎麼養得起呢 你放了 放把他們放在這裡 自然會有好心情收養他們的 到時候啊 我們再有一句 省個帶靶子的 給我們家傳統接待 那頂兒也是我們的骨肉啊 怎麼忍心把它放在這裡呢 那你養他啊 真的是說得到輕巧 放 馬上給我放 我不捨得 不捨得是嗎 放不放 放 快點放 放放 不停畫的話 到時候 你也別想回這個家了 快點啦 放你開心啦 不行 陪摸摸唧唧的 快點 自然會有好心情收養他們的 將來哭哭唧唧的幹什麼了 走 快點回家走 快點啦 放了 媽媽 對不去媽媽 有時候也沒辦法 我想聽是誰打我孩子 aba 哎呀 哎呀 有没有人吗 哎呀 怎么是哪个都不过得这么狠心啊 你不快踩了以后 把孩子给叼走了 哎呀 真的是天生了 人家又要把人家养啊 宝宝 既然今天你跟我这么有缘 让我遇到了 那我就要把你抱回家 放心 以后咬我的一口 绝对找不了你知道 爸爸爸爸我们不哭了不哭了 我们先回去了 我的宝宝终于有人收养了 我要去看要他们家在哪里 要看要他们是不是有护好人家 哎呀 宝宝我们到家了 以后啊 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你放心 我哪怕是没得吃 也要把你们扶养长大了 好 乖乖 我们先回家了 哎呀 胖胖子26号 我女儿是妈妈对不起你 妈妈保护不了你 哎 这是妈妈从你爸爸那里偷偷拿出来了 就剩这一点了 就当是老妈给你的一点弥补吧 谁啊 谁啊 哎 这里怎么有有几百块啊 谁啊 谁啊 谁放的 老头子就是这里了 这里啊 快点叫他们出来 来 有人在家吗 哎呀 哎 爷爷奶奶 你们找谁啊 不要叫爷爷奶奶 我是你们的妈 她是你们的爸 爸 我妈早死了 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爸 不是的 这两个就是我们的闺女啊 对啊 哇 黄花大闺女啊 我看他们这两个人是坏蛋嘛 我们赶紧回去关门 是不是 我就是你们的父母啊 干什么 你看你看 这个台阶都还在 就是他们两个 是啊 我就是你们的爸爸啊 对 那个 孩子叫爸爸 快点叫爸爸 我是你们的亲妈 当初 你们两个刚出生没多久 你老爸就 打我 他说 不要你们两个 他要生个儿子 所以就叫我把你们放在那个 那个百年老井那里 那姐爷不要我们了 今天又过来干什么 哎呀 我们那时候 哎呀 农村的这个思想嘛 我们想回去生一个 带把了 然后 结果没有的生了 然后现在我们也老了 你看 那么老了无依无靠 所以说我们就想到你们两个了 所以说就过来找你们了 我们也 没有什么 其他意思 就是想让你们 教育上爸爸妈妈 然后跟我们一起生活 对啊 我要跟你们生活啊 想着美 你们生就来到美 要养过我们 我们干嘛要跟你们生活呢 你们是我们的孩子啊 你们不养我们 谁养我们啊 当初老妈也是迫不得已 是啊 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啊 我们家已经九代单船了 哎呀到现在这个地步了 哎呀我也不想了 我只想能够安享晚年 你们给我养老送中就可以了 哎呦你们两个老了 就想要我们两个给你养老送中了 那我们小的时候呢 你们怎么就不养我们呢 哦 那你就不要伤我们了 伤你们只是个意外 哎呀 现在伤都伤了 啊 你难道 还要跟我们这老两口斤斤计较啊 老妈错了 老妈不应该扔下你们了 求求你们给老妈一个弥补的机会 你们还想你们不明白的 你们的老妈呢 叫你们老妈出来 我们跟他说说 老妈为了养我们两个操劳过度 过世了 什么去世了 是啊 哎呦我还要本来还想要感谢他的养育 对你们的养育治安啊 哎呀那孩子 你们就叫我们一生爸爸妈妈吧 我们真的是你们的父亲父亲母亲啊 我们真的是哎呀 后悔末期啊 这多少年来我们都是经常是以泪洗脸啊 你配做父亲吗 你配做母亲吗 啊生出来就完事了 有经过一天父亲的责任吗 生儿不养 枉为人父人母的 当我们汪汪大哭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啊 我哭着又喝奶的时候 你有出现吗 我爹打在地的时候 你有服我吗 哎呀我们知道你们受了不少苦 但是哎呀现在都成为过去了 你们就原谅我们吧 你倒是成为过去了 我过不去啊 你知道吗 人家都说我是有妈生 没有老爸叫的野孩子啊 我知道错了 现在我们就弥补来了 对对对 现在弥补啊 没用 我们还有一点点钱 你们拿着拿着去买 有钱能买吗 有钱能买我美好的童年吗 我们现在全是钱吗 你和我们现在也没有钱吗 哎呀那你不能够去对待我们的 那这样我们该怎么办啊 怎么办你们就活该 你们生而不养了 你们配做我们的父母吗 不配 那你们打我们 骂我们 都可以 只要你们能够原谅我们就行了 来打打打打我们 我跟你说这辈子我都原谅不了你们两个 不要跟他们说那么多了 我们坚持不厌他们 既然他们生就来不养我们 我们就不用他们养 走 你们就不要那么狠心 孩子 哎呀 你不要来我们口哭哭啼啼的 家庭啊 我那里 你们两个有今天也是报应啊 孩子 走 孩子 哈哈哈 你看看 我都说了不扔了吧 你非要我扔 结果报应来了吧 儿子儿子生不出来 女儿女儿又不愿意认我们 我看你以后怎么办 我也不跟你逛了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要跟你离婚 哎呀 我去赎我的罪了 我不理你了 那么老了还离什么婚呢 哎呀 女儿啊 我知道是老妈不对 老妈给你们赎罪来了 真是老妈积涨了一辈子的钱 就当是给你们的弥补了 哎呀 哎呀 好多钱啊 这个钱是不是刚刚那两个老婆屎留下来的 可能是吧 给钱有什么用啊 我们不要他的钱 那这个钱怎么办 一不就给隔壁家那个山手工吧 无保护 那我们现在拿过去 我们也不要这个钱 那你赶紧走 走走走 你有房吗 这个啊 那你有车吗 他会不会 是不是不会说话的 你说两句话啊 老是直直直 有 就是这样 那 有没有存款啊 哎呀 你不是说你给我介绍的是什么优质男吗 怎么这种半天闷不住一个屁的 还有什么 这种房子 这种车 哎呀 哎呀 他这个人汉浩老师 我值得托付终生啊 哎呀 有什么用现在 人家女孩子 你没房没车 谁愿意嫁给你啊 说的也是 那不是 再说了 他这种人你看 年纪一大把就不说了 哎呀 真的是半天 问他半天话 他就只会这样指指点点 说不说出去 人家都以为他是 是个哑巴呢 人呀 我不要这种 你重新给我介绍一个 行 那我跟他说两句 你先坐着 来来过来过来 他怎么说啊 是不是嫌弃我 是啊 你又没车 又没房 又没存款 你还那么老实 全部跟他说了 那 那怎么说 我都不会嘴巴你 你都知道了 而且啊 他说啊 你这个人啊 不爱说话 问你啥你就说啥 像个木头一样 人家跳一下 你就动一下 不是啊 我有个特点啊 我 我见女孩子 我怕啊 我这辈子都 没接触过女人 我说说我 眼都底子睡了 你还胖 也难为你了 这样我给你出个竹子 就这样啊 行吗 肯定行啊 行 那那那那好 哎呀 那那我没有啊 你们两个聊什么那么久 那我就准备啊 嗯 好好好 哎呀 是 这样啊 我们来都来了 就先吃个饭吧 他养的那些鸡啊 很好吃的 都是农家鸡啊 有土鸡啊 对啊 土鸡啊 那行 反正都到这里了 那就先吃一顿饭 准备也看看他那个厨艺怎么样 对啊 哎呀 老月那饭煮好了没有啊 不是我说你真的是 那什么人啊 不会说话就算了 没房没车 你看 我饭哪要用半天 煮好了 煮好了 去去去进去 哎 大哥 哎 妹你回来了 是啊 今天有快燃啊 哎呀 那个 你介绍个女朋友给我 哎呦 这谁啊 我妹啊 你还有妹啊 我嫁到香港去了 哎呀 我都忘了 哎呀都是我介绍的 哎呀 今天这个 交这个 还可以哦 你要把握好机会啊 把握什么 看来黄啊 人家都不喜欢我 嫌我 嫌我 我穷 哎呀 你说什么呢 哎呀 那那吃饭吃饭吃饭 哎呀先陪找我 告诉你 我今天回来啊 就是 我帮你买了 一栋别墅 还有一辆保车 要交给你在外面啊 那个车 给我啊 是啊 我又不会开 什么不会开 你不是考有车站了吗 哎 要不你这样 你帮我找个司机了 我不会开 找个司机啊 我不敢开 我胆小 那也行啊 嗯 什么啊 我现在看看他这个人好像 也挺老实的 他这个人 是啊 老实的 那那那 那干脆就这样吧 反正女人叫人 始终都是要找一个老实人 对不对 那我看他也可以啦 我我愿意 又又改主意了 哎 那行那行 你帮我多说几句好话 对对对对 哎那你 你愿意叫我哥啊 哎呀 他说你哥长得帅 又高大 又有力气 对啊 我看他长那么大快 而且刚才 我跟他也聊了半天了 我就感觉他这个人 还挺老实的 这个命运也不错啊 人又高 又漂亮又苗条 哎呀 他刚刚不是嫌弃我吗 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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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是考验一下你 哎呀你美女啊 你不要听到我说我帮他买了车买了房啊 你就愿意吧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你看我像那么物质的女人吗 是啊我介绍的人能错吗 不许你这样说他 大哥你你说呢 不过我有个条件哦 什么条件 我要是嫁给他的话 那那些房子还有车子 要把我名字加上去哦 哎呀 也要给我一个安全感 是不是 你跟他八字还没一撇呢 这么着急 哎呀那一撇不是很快就可以 卖出去了吗 这个我听我卖的 我卖做主 其实我也不懂啊 去大城市里面住 我也可能也不习惯啊 哎呀哥你说什么了 今天我就是回来接你过去的 你看你的在家老房子住了多少年了 住这种房子 连个老婆都娶不到 我接你去厂里面了 吃好的住好的 你怕没有老婆吗 是不是 也是 你何机会啊 你还找什么 你面前不是有一个吗 那你真的愿意吗 我愿意 只要你那些他那些房子啊车子 只要写上我的名字 我就一辈子跟他一起过 好我做主 肯定写上你的名字 那就这样定了 你就先不用带你哥去成年了 现在农村生活生活 等他们先培养培养感情 先不要说先 你啊美女 既然你选择了我哥 那等一下马上去办结婚帐 这个啊 那次啊办了结婚了之后 那个车啊那个房子那里 才可以写上你的名字的 那行 那既然这样你看天色也不早了 干脆我们先 先去法证给领了 然后再一起去吃饭 就当做是我们领证庆祝 哎呀我请客 那么长处啊 我饭都煮好了 哎呀去外面吃了我请客 快点 走走走 那行那行 那就外面去了啊 来来来来 终于有老婆了 哎那个老玉怎么那么久啊 是不是穿帮了 哎呀不好说啊 她那人那么老实 就是了还没来 哎呀来来来 领了 这样已经领了 领了 哎呀多谢你们两个 哎呀不用谢 既然这样都领了 以后啊你要好好工作 好好努力的工作 赚钱 你有老婆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 是啊一定要对人家好啊 不要辜负人家 这肯定的 现在娶个老婆那么难娶 哎呀真的多谢你们了啊 不过我怕到时候 哎呀她发现这是骗她的 她会不会跑啊 哎呀你放心好了 办法我都替你想好了 你争取啊晚上加加班 多撒点老母鸡 把她的那个气球啊 吹大就行了 可以哦 说的也是啊 努力 这么快是过来人 那那我不跟你们聊了 我现在回去加班了啊 嗯 那我们也回去 哎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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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